中国打造时速800公里超级高铁 速度堪比飞机 可贴的飞行 未来北京到上海只要一小时 哪中国究竟是如何打造出这款超级高铁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截至2022年底 国内高铁总旅程突破4万公里 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 再次成为世界第一 近日中国凭借着高铁技术在世界上可谓火了一大把 中国的复兴号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铁动车组 而在不久前 中国又一款超级高铁亮相了 这辆列车的时速高达800公里 比目前现有的高铁要快上二倍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款超级高铁就是中国的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从外形上来看 这款列车像极了外星科技 而正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外形 该列车的时速可达到800公里 对于中国制造的超级高铁 各国网友都十分眼红 美专家甚至表示这是中国抄袭而来 可见中国的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技术 确实领先了世界一把 如果按照这一速度来计算 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便可从北京到达上海 如果这一列车正式投入使用 其速度将远远超过其他陆地交通工具的速度 更夸张的是 每小时800公里的时速仍然不是科学家们的终极目标 如果能够在真空管道中运行 该列车的理论时速将达到每小时1000公里 这一速度甚至超过了民航飞机的每小时900公里的飞行速度 因此该列车已经亮相变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媒体自然也不例外 和磁悬浮列车不同 该技术是利用高温超导体在外部磁场中的自稳定悬浮来实现的 整个系统由下方的导轨固定 导轨提供磁场并冷却到一定温度 它由超导体组成 虽然名字里含有高温 但实际上系统需要冷却到零下196度 也就是液氮的温度 之所以称为高温 是因为它与接近绝对零的-296度相比 一般来说 液氮的温度确实较高 而冷却要求和使用材料的差异也意味着中国 日本等国家研发的低温超导磁浮列车 在运营成本上具有较大优势 与上海目前使用的磁悬浮列车相比 这种高速列车的技术更加先进 车辆与轨道之间没有直接接触 这是因为它具有磁悬浮的稳定性能 简单的说 基本上没有导向轮 支撑车还可以利用磁场自动悬浮在轨道上方一定距离的空中 由于磁悬浮效应的叮扎力 产生排斥磁场 当车辆倾向于转向时 它将车身拉回到原来的位置 位置最大化 因此其安全性不比轮轨差 甚至更好 对于乘客来说 由于与轨道没有直接接触 运行过程中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起伏 甚至很难感觉到车辆的动静 科研团队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进行了反复的试验 电磁窍技术的试验 在去年已经实地完成 推动时速和推动符合 都有着创纪录的成果 此外我国还建造了实际的轨道和列车进行试验 现在已经能够在真空隧道中运行时解决空气阻力巨大的问题 为了实现每小时千余公里的运行速度 独门绝技主要就是依靠电磁窍技术 现在阶段研发成果已经显现 推动吨级重量的物体进行时速1000公里的运行 试验目的已经完成和达到了 接下来如何增加推动的再和达到60吨的车厢等重 以及11节车厢的等重几百吨 满载的乘客重量都算上后 能用每小时1000公里的速度继续实验成功 就距离这项超级高铁研发成功更进一步了 这项技术让很多网友很疑惑 如果高速运行的高铁会否磨损程度也会加剧呢 其实对于这项研究 专家团队早就有考虑 会避免和减轻摩擦造成磨损 也能减少摩擦和空气阻力 这是阻碍提速的最大难题所在 现在我国硬解决了相关的难题 就看如何增加负载推力和进一步的试验 相对于传统高铁 需要经常进行检修 当一列高铁达到安全里程限制时 必须进入检修间进行检查 这一过程非常繁琐 而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不需要与轨道接触 因此它一直处于免维修状态 打大降低了维护成本 此外 这种列车还能减少轨道的磨损和折旧 提高列车和轨道的寿命 不仅如此 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具有出色的平衡性能 无论是在起步 停止还是切换轨道时 这种列车都能保持平稳 几乎没有明显的失重感 为乘客提供了卓越的乘坐体验 这一点在其他交通工具中很难实现 即使坐在高铁或飞机上 通常在起降时都会有一定的失重感 然而 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却能在高速运行时保持平稳 让乘客感受不到明显的颠簸 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的革命之处 还在于它的低噪音水平 与传统列车的轰鸣声不同 这种列车完全消除了噪音 给原县居民带来了清静的生活 与欧美国家和日本的磁悬浮列车不同 它们需要在高速运动时才能悬浮在轨道上 而在静止状态下仍与轨道接触 相比之下 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在静止状态下也能实现悬浮 因此可以维持无噪音污染 可能有人担心 既然列车与轨道没有接触 高速运动时是否容易脱轨 然而这些顾虑是多余的 倒轨技术的应用确保列车能够平稳 精准地行驶在轨道上 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本身不具备动力系统 列车的动能由轨道提供 浮力随着悬浮高度的降低而指数函数增加 自稳定导向系统能够牢牢锁住列车 从而消除了脱轨的可能性 中国率先研发出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对中国的铁路建设工作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 中国虽然在高铁上领先于世界 但是在速度更快 技术含量更高的磁悬浮列车上 却一直落后于世界 目前国内的磁悬浮列车线路 基本都是靠引进德国技术修建而成的 考虑到目前交通工具的速度 正朝着更加高速的方向发展 中国研制国产的磁悬浮列车是相当有必要的 而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的研制成功 则说明中国在磁悬浮列车领域的起点非常高 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的推出标志着 中国在铁路领域再次取得了重大突破 尽管中国的高铁技术在世界上领先 但这项技术突破填补了高铁领域的技术真空 在1999年日本率先投入研究 并实际引入了低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但这种技术需要辅助运动才能实现悬浮 限制了列车的速度 而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则消除了这一限制 使列车能够在静止状态下实现悬浮 从而超越了其他国家的技术 将高铁领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上个世纪 只有德国与日本掌握了磁悬浮列车的建造和开发技术 而上海浦东机场的磁悬浮列车线路 就是高价从德国进口的 由于低温超导技术的成本过高 德国选择了长导磁悬浮的技术路线 而日本最初打算两条路线一起前进 受制于研发能力不足 最终专攻低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最终两国都拿出了实用化的产品 但是却始终没能解决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运营始终有一定的距离 此次中国研发的新是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在全球率先采用了最新的低温超导材料 无需使用价格昂贵的液害作为冷却剂 只需要使用成本更加低廉的液氮 提供零下190度的高温 就能满足超导材料的需求 而相比一升价格高达上千元人民币的液氮 一升两元前的液氮将使得冷却剂的成本 被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只需要攻克最后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中国就能够具备大面积建设磁悬浮高铁的能力 一旦磁悬浮高铁成为现实 中国国内本已经相当先进的铁路网络 还将迎来一次革命性的飞跃 如果能够实现磁悬浮化升级 只需要两个小时 列车就能跑完经负铁路全程 地理距离的进一步压缩 将带来可观的经济增长潜力 这是其他国家完全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短短的15年间 中国已从一个依赖国外高铁技术的国家 逐步成长为全球高铁行业的领军者和制造强国 从吸收其他国家的技术到拥有自主研发能力 从紧跟其他国家的步伐到时间自主创新 在这短短的十多年间 中国高铁技术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以及科研人员的奉献与努力 而今天的中国 不仅凭借强大的高铁技术获得了自身经济的发展 更为世界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世界格局瞬息万变的今天 中国从未停下努力的脚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将为世界高铁技术的发展交上更满意的答卷 在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中 中国也将迎来更辉煌的明天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